第321章 率性所行 那些真天宫强者飞速退去 很快消失不见 留下一片狼藉 秦目微微皱眉 这个叫做玉伯川的少年 倒是个很绝色 果断决绝 做事绝不拖泥带水 这么出色的少年 很久不曾见过了 很出色的少年 他心中颇为赞赏 将母女俩放下 龙麒麟走过来 埋怨道 教主 惹事了吧 现在我们被人盯上了 这些家伙 若是在盆地外面 与我们动手 随便让一座山化座山巨人 便能把我们压死了 这里是大须 不是稀土 秦目摇头道 在我的地盘上与我交手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且 母女之情触动我心 我若是不能率性所行 岂不是异端 龙麒麟正了正 率性所行 纯认自然 这正是大玉天魔晶的 总纲中的一句话 而下一句话是变味之道 这就是道 这才是天圣教主 龙麒麟心中感慨道 秦目的作为 他很不理解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 却又与天圣教的教义相符 率性所行 纯认自然 便未知道 秦目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走在自己的道上 难怪少年祖师会 选择他为下一代教主 没有选择他人 也难怪天魔教的堂主 长老恢复他 秦目检查 那少父的伤势 询问道 这位娘子 你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何稀土真天宫的人 会追杀你们 那少父已经奄奄一息 虚弱地抬起头来 妾身真天宫乃魁 乃魁是什么意思 秦目转过头 询问龙麒麟 乃魁公主母的意思 他们稀土真天宫女人 当家做主 与男子走婚 晚上有宴会 一番歌舞 若是看对了眼 便去女子家成了好事 龙麒麟道 第二天早上 男子必须离开 如是再三 男女相处即晚 女人怀孕生产 将孩子抚养长大 孩子往往只知其母 不知其父 祖师也去走过婚 这老流氓 秦目瞪他一眼 不许说祖师坏话 说正事 少年祖师在他心中的形象 极为高大 虽然看起来 是个与他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 但对于秦目来说 这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人 不容有任何污点 祖师本来就是 风流倜傥的老流氓 在稀土的时候 穿着一族服饰 拈花惹草 而且不用负责 老流氓高兴地屁颠屁颠 龙麒麟见他不悦 连忙转换话题 道 真天宫的女主人 也需要走婚 倘若真天宫的公主 有了身孕或者孩子 他的孩子如果是女孩 便是公主 公主便是下一代继承者 若是男孩 则要放出宫去 有了孩子的真天宫主 便被称作公主母 稀土的语言叫做奶葵 不过奶葵的实力 往往都极为强大 毕竟他们修炼的功法是 万物有灵 万物有神 女子在这上面的造诣 往往比男人强很多 秦目蹲下身子 取出一根根银针 插入那少妇体内 好奇道 你既然是真天宫主 真天宫的女主人 为何会落到这种甜点 你不是神桥境界的高手 他又取出一些灵药 对症下药 炼制给他疗伤的灵丹 不必白费心思了 那女子摇头道 我的伤已经没救了 倘若我的修为还在的话 也不至于落到这种甜点 他们还给我下了毒 这毒是最厉害的毒师 木印学锁链 毒叫做禅思 是他亲自下毒 龙麒麟坑吃笑道 你放心 教主不想让你死的话 吐蕃都带不走你的魂魄 秦目手法变化 贤熟的炼制灵丹 摇头道 别吹牛 谦逊一些 而且 我的医术也不是天下第一 只是第二而已 至于毒嘛 最多天下第三 小毒王奈斯 还是比我强一些 那少傅被他用针 只却身子舒畅了一些 心中诧异 道 我娘亲才是公主 她故去之后 真天公推举我来寄人 我的修为境界还行 可以勉强寄人 但是寄人的大点上 便出了变故 我被木印雪下毒 一身修为所剩无几 而我们雄家上下 几乎所有人都中了毒 修为被废 郁家趁机将我雄家灭门 只剩下我带着女儿 秦牧提炼要力 感慨道 你们真天公行事不正 那少傅心中有些怒气 怎么行事不正 秦牧将要力融合 俱力承担 道 严康国有三大圣地 大雷音寺 道门 和我天圣教 我是天圣教的教主 既任十财五药境界 没有人造我的反 而道门的新道主林轩 修为境界与我差不多 他成为道主 道门也无人造反推翻他 而经大雷音寺的老如来已经走了 如来之位空玄 但也和和睦睦 没有大开杀戒 争夺如来之位 我天圣教在严康 被称作天魔教 穷凶极恶 尚且传承有序 比一比你们真天公 你们差得远了 所以我说你们行事不正 那少傅正了正 想要反驳 却着实寻不到理由 秦牧捏开他的嘴 为他扶下灵丹 二指 从他咽喉处滑下 只见元气带着灵丹 一直落到他的腹中 然后屈指连弹 将灵丹药力催化 他衣袖挥动 那少傅身不由己飘了起来 秦牧食指翻飞 衣袖飘动 请客间便在他身上点了 不知多少剂 将药力完全炼入他的体内 秦牧收手 那少傅落地 身形有些亮强 但是内伤外伤 都在飞速复原之中 秦牧转去看那个小女娃 这小女孩冰雪可爱 只有四五岁的样子 扎着两根小辫 身上也带着许多 晶莹玉智的事物 都是不错的灵兵 他检查一番 小女孩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没有什么大碍 用龙弦涂一涂就好 小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 秦牧问道 那小女孩 眨眨乌溜溜的眼睛 催声道 熊琴 我娘叫熊西宇 秦牧笑道 你娘是真天公主 我不能直呼其名 只能以公主相称 倒是你 可以叫你琴 我叫秦牧 那少傅熊西宇连忙道 叫秦叔叔 秦牧脸色顿时轻了 向熊西宇道 我才十五岁 叫我哥哥便是 熊西宇有些为难 道 秦哥哥 秦牧连忙道 我是说 让齐儿叫我哥 不是你 熊西宇脸色腾地红了 秦牧打个哈哈 让他伸出手 在他手指头上刺了一下 取出一滴血 双手向外一分 这一滴血顿时 膨胀了万千倍 化作一个巨大的血球 秦牧眼瞳中 四道正纹浮现出来 化作必消天眼 细细审视一番 道 原来是作用在元气上的毒 对身体倒是没有多大的损耗 公主 得罪了 我要进入你的身体 查看你的神藏 熊西宇正要说话 秦牧刷得一声化作一道黑影 潜入他的眉心 熊西宇顿时 觉得眉心胀胀的 接着感觉到心窝处也胀胀的 似乎有个小小的人 在自己体内钻来钻去 秦牧从灵胎神藏 一路查看到天人神藏 然后来到生死神藏前 不禁惊讶 这位公主的生死神藏 竟然也是开启的 难道他是生死境界的大高手 他化作黑影 来到熊西宇的神桥神藏 突然心神大震 这女子的神桥神藏 竟然也是开启的 我救了一位教主级的女高手 她竟然还叫我哥 秦牧觉得自己的头有些晕 定了定神 从熊西宇体内离开 难怪能够成为一大圣地的公主 原来是个神桥境界的存在 熊西宇体内的异样感消失 连忙问道 秦教主 我身上的毒 作用在元气上的毒 已经随着你的元气运行 进入了你的神藏之中 将神藏污染 秦牧盘算片刻道 你若是当时 立刻闭合神藏 还不至于中毒太深 可以轻松除去 现在这毒性已经进入神藏 想要练去的话 有些困难 熊西宇黯然 毒施木硬血的蝉丝毒 毒不天下 时间拖得越久 我的元气损耗越多 修为越低 再过不久 只怕便是废人了 毒不天下 秦牧笑道 我都只敢称自己下毒天下第三 他敢称第一 你放心 我可以暂时帮你压制住毒性 这毒不会继续损耗你的修为了 只是我这里没有足够的灵药 需要采集一些 熊西宇心中又生出一线希望 挣扎起身 牵着女儿的手 道 多谢秦教主 昨晚那句话 只是我病急乱投医 故意要激将秦教主 秦牧白首 不以为意 笑道 义士吗 我不是 实不相瞒 我在严康国正当那里的名声并不好 你若是对他们说 天圣教的秦教主是义士 会被他们笑掉大牙的 他将熊琴抱起来 放在龙麒麟背上 走吧 熊西宇连忙道 玉伯川他们 这里是大须 不是稀土 秦牧悠然道 到了大须便是到了我家 在我家 他们耍不出什么花招 熊西宇心中坠坠 值得跟上他 说来也怪 就在这说话间的功夫 他的伤势又好了几分 脚步渐渐轻盈 带到他们走出这片盆地 他的伤势已经痊愈 而秦牧则在东张西望 四处寻找灵药 见到药材便上前采摘 从盆地中走来 他竟然已经采摘了百十种灵药 他一边采摘 一边炼药 熊西宇心中纳闷 秦牧这段时间 已经炼了几十次药 都塞到自己的饕贴袋中 不知道炼的是什么药 他们来到一片丘陵地带 秦牧微微皱眉 这里山清水秀 风景宜人 竟然没有异兽的踪迹 即便是飞鸟也少得很 有古怪 正在此时 他们听到歌声从前方传来 很是以你弯转 歌声撩人心弦 秦牧向两只白符抛个眼色 两只白符立刻无声无息飞起 向那歌声传来之地飞去 过了片刻 两只白符飞了回来 道 前面有一片湖泊 里面有许多光溜溜的女孩在洗澡 第三把十二章 跟妖来袭 秦牧微微一正 许多女孩在洗澡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情趣 等一下 我遇到过女孩 在荒山野岭洗澡这种事 她突然想起一事 不由打个冷战 嘀咕道 不会是那个老妖怪吧 不可能 她不可能在大虚中存活这么久 一定是我多疑了 不过谨慎起见 还是绕道过去 突然 后方传来一个声音 朗声道 道友 人生何处不相逢 秦牧回头看去 只见玉伯川率领 真天宫的众多神通者杀来 速度极快 那些真天宫的神通者 一边飞奔一边做法 只见一株株大树 纷纷拔地而起 化作树巨人 也在脉步狂奔 与此同时 大地轰隆隆震动 山石飞舞 石头飞速地向前滚动 聚在一起 化作石巨人 甚至连秦牧他们脚下的丘陵 也在震动 泥土扑索索地抖落下来 丘陵中的山石越拢越高 一尊丘陵巨人 正在缓缓地站起来 看来 只有闯一闯了 但愿不是那个老妖怪 秦牧下令 龙麒麟立刻向前狂奔而去 他们脚下的丘陵 已经站了起来 龙麒麟脚下火云翻腾 正在这个丘陵巨人的手臂上狂奔 那尊巨大的丘陵巨人转身 挥起另一只手臂 向他们拍来 龙麒麟纵身跃起 背后传来天崩地裂的巨响 丘陵巨人的两只手臂拍在一起 顿时两条手臂折断 无数石头四下里乱飞 秦牧回头看去 只见这些石头刚刚落地 便咕噜噜地滚动 像是长了腿脚一般 不断向丘陵巨人身上滚去 没多久 两条手臂便又生长出来 公主 你们真天宫的绝学 的确不凡 秦牧由衷赞叹道 雄西于骨荡残存法力 手掌向身后一扣 一提 顿时那尊丘陵巨人体内 传来凄厉的叫喊声 一道道清光 从这座山丘 组成的巨人体内飞出 烟消云散 那尊丘陵巨人 也顿时崩塌 巨大的石头滚落 又变成一座山丘 吃一种法术了得 秦牧眼睛一亮 道 教我可好 雄西于驰一一下 点头道 你是我母女俩的恩公 若是你想学 我自然倾囊相授 秦牧笑道 我不会白要你的 真天宫是稀土圣地 我也会拿出圣地阵教 级别的功法和你换 咱们先离开此地再说 龙骑林飞驰 两只白斧围绕他们飞来飞去 时不时发出一道道声波 将后面追来的真天宫高手 从空中击落 催促道 龙胖 快点 快点 别吵 龙骑林大怒 喝道 我已经尽全力了 他体内陡然烈火熊熊 肉身越来越大 化作长达四十余丈的巨兽 奔腾起来 当真是风驰电掣 几个呼吸间 便跨越了前方的山峰 来到白斧所说的那个 有许多女孩子洗澡的湖泊 这片湖泊极为清澈 如同一块透明的宝石 镶嵌在群山之间 从水面上 可以看到深达十多丈的湖底 湖中没有任何水草 也没有油鱼 干净的难以想象 而在湖边 却有一株株树木 整齐地围绕着大湖 几株树上 还挂着粉的白的衣裳 还有裤裙 湖边还放着一些绣花鞋子 粉色的底儿 鞋头绣着牡丹花 鲜艳欲滴 湖中传来女子的嬉笑声 打水声 还有柔美动人的歌声 宛如一片人间圣土 龙骑林贸然闯入此地 倒是吓了一跳 他们快到岸上来 下 那湖中的女孩子们 看到这头庞然大雾闯了进来 纷纷惊呼 有个女孩大着胆子 仰起白花花的手臂 痴痴笑道 大哥子 你下来玩啊 秦目看向湖中的女子 面色如土 连忙催促道 龙胖 果然是枯极林的那头老妖精 快走 快走 绕过去 他倒不怕玉伯川等人 而是怕枯极林的那头跟妖 被天圣叫镇压在枯极林的那头老妖怪 枯极林的老妖精 龙骑林吓了一跳 全身的龙鳞刷刷刷地直立起来 险些将熊骑儿的脚扎破 连忙绕胡而走 拼了命地狂奔 速度直线提升 远超从前 而他们身后的那座山岭 则在轰蒙震动 山势崩飞 一块块巨石从山上不断滚落 显然是玉伯川带着真天公的高手催动神通 试图将这座大山化座山巨人攻击他们 这座山要比其他丘陵高大太多 山峰挺秀 倘若化作山巨人只怕一脚跨出便是六七里地 追上他们很是轻松 就在此时 那座绣山突然崩塌 山石碎裂 山体中树不清的白花花的尸骨 从中滚落出来 无数白骨有人有兽 堆积成山 这座山中 竟然埋葬着这么多的尸骨 几乎将大山掏空用来藏骨 令后方的玉伯川等人 不禁都是错愕不已 什么东西 吃了这么多人何以兽 玉伯川顾不得多想 历声道 尸骨有灵 催动秘法 击杀乃亏 众人做法 无数尸骨飞速爬动 组成一具高大如山的白骨巨人 迈开脚步踏入湖中 玉伯川等人 纷纷腾空而起 落在这尊白骨巨人身上 湖中正在的女子躲避不及 被踩碎了几人 玉伯川等人 驾驭白骨巨人 踏湖而行 向沿岸狂奔的龙骑林追去 正在此时 突然湖水翻腾 数以百计的女子 从湖水中飞起 冲上半空 身后连着一根漆黑的触手 一口铜声 吏声叫道 天圣叫主 啪啪啪 巨响不断传来 玉伯川等人脚下的那尊白骨巨人断裂 被一根根漆黑的触手缠绕 用力勒紧 白骨巨人崩碎 无数碎骨四下里咄咄乱涩 有十多位修为较低的 陆河境界神通者 躲避不及 被碎骨洞穿 落入水中 即便修为稍强一些 也难以抵挡射来的碎骨 一个个被震得吐血 而那落入湖中的神通者 正要挣扎起身 突然湖水 如同翻了锅一般 无数漆黑如同大蟒的东西 扑拉拉如洞游走 将它们缠绕 拉入湖底 玉伯川等人心中亥然 急忙凌空飞起 向湖外逃去 那片原本安静祥和的湖泊 眨眼间便热闹无比 湖中不断有触手 带着一个个光溜溜的女子飞出 抱住一人 便往湖中拖去 其他人连忙催动真天宫的神通 试图操控这种奇异的根须 真天宫信奉万物有灵 万物有神 神通可以控制万物 不管有生命的 还是没有生命的 都可以控制化作攻击手段 然而 碰到这种奇怪的根须 它们的神通全然无用 一时间又有十多人 被那些根须上的女子捉住 被拖入湖中不知死活 天圣教主 终于寻到你了 玉伯川等人终于飞出大湖 刚刚落地 还未来得急松一口气 便借岸边一株株大树 骑骑拔地而起 撒腿狂奔 向龙麒麟奔逃的方向追去 玉伯川等人错愕 连忙撒腿狂奔 真天宫的几位天人境界强者 立刻催动元神 施展神通 抵挡这些大树的攻击 待逃出百十里地 总算逃出这些怪数 和根须的攻击范围 众人都是松了口气 放慢脚步 倘若不仅不慢飞行赶路 他们跑出千鱼里 也不会感觉到疲惫 但是权力逃命 即便是百里 他们也是气喘吁吁 龙麒麟也放慢脚步 呼呼狂喘 距离他们并不太远 应该逃出来了 秦木松了口气 道 这头跟腰的根须笼罩距离 也就是百里左右 等一下 他面色突然变得凝重 打亮四周 只见这里丛林茂密 树木成荫 这种树林很是常见 不过偶尔夹杂着秦木 没有见过的植物 那是一朵朵 一人多高的大花 粉嫩的花菇 都拢在一起 竖起来很长 旁边长着两片大叶子 秦木尽管跟随药师 学习药理 平日里也分辨 各种植物和灵药 但是这种怪花 他却没有见过 玉伯川等人 也闯入这片花林中 见状各自皱眉 却脚步不停 向秦木等人追来 突然 一朵大花悠悠地抽着花蕊 花骨头旋转着 花瓣徐续绽放 那粉嫩的花瓣 颜色渐渐加深 从粉嫩变成粉红 然后变成大红 带到花朵完全绽放 只见一个贵座 匍匐在花中的少女 缓缓起身 抬头向秦木看来 口中发出凄厉的叫声 天圣叫住 你们天圣叫害得我好惨 花林中 一朵朵大花羞羞羞地绽放 每一朵花的中央 都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齐刷刷向秦木看来 尖声叫道 好惨啊 秦木头皮发麻 催促龙麒林道 龙胖放火 福家兄弟 用声波攻击 龙麒林口喷大火 周身也有真火熊熊 两只白符飞到空中 口吐声波 秦木则催动无忧剑 神剑上下穿梭如光如电 将一个个扑来的少女 屁股后面的根须斩断 这时候其他任何宝剑都没有用处 只有这口神剑 才能抵挡住 哭记领根腰的根须 但如果是老妖的真身 无忧剑是否能够挡住 秦木也无法确定 这老妖镜的修为 好像更强了 他忧心道 呼 无数少女腾空 带着花和叶象 踏入花林中的众人宫去 一位真天宫的神通者 催动一株玉树 玉树千条 向那些少女宫去 却见那少女的花瓣 和两片叶子猛的一收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那位神通者心中一喜 玉树根须和枝条 将它缠住 但是那花孤朵 却滑逆泥不着手 波得一声滑了出来 一根花蕊 将那神通者的额头冻穿 玉伯川脸色大变 立声道 请圣宝 他肩头的那头 只有尺长的异兽纵身跳下 双拳垂胸 身躯越来越大 猛然张口大吼 一件绿意盎然的宝物 从这头形如抱园头上 长脚的异兽口中吐出 第323章 毒师与神医 那头异兽口中 吐出是一枚珠子 散发出绿色光芒 将四周照耀得绿盈盈的 而发光的并非是珠子 而是珠子中的东西 像是一条青龙 在珠子中游动 正是青龙的光芒 将四周照亮 雄西雨看到绿光 脸色微变 急忙转头 我针天弓的青龙珠 秦木回头看去 只见那枚珠子 已经变得方圆仗于大小 珠子中的青龙 变得更加清晰 欢快地在珠子中游动 四周扑向玉伯川等人的 花中少女 被绿光照耀 突然间木画 变成了一个个木雕 身躯僵硬 停在半空 啵啵啵的声音 从他们身体中传来 这些被木画的女子身上 很快冒出一个个绿色的嫩牙 接着抽出枝条 将他们打扮得绿油油的 而他们身后的那一根根触手 是跟腰的根须 也变成了硬木 动弹不得 玉伯川率众向前奔去 那头头上长脚的抱怨异兽 双手高举珠子 紧紧跟随众人 珠子的光芒照耀之处 一个个花中少女 纷纷被定住 姿态各异 各种不同姿势 竟然无异相同 青龙珠 情无畏畏一正 这种珠子 竟然可以克制跟腰这种怪物 的确是了不得的一宝 我真天宫的圣宝 也被他们夺了去 雄西宇冷哼一声 摇摇探手 那异兽只觉拖在手上的青龙珠 立刻飞起 不由大惊 急忙纵身 跃起趴在青龙珠上 试图将这珠子压下 玉伯川身边的几位天人境界强者 也纷纷元气爆发 催动青龙珠 与雄西宇争夺 那枚青龙珠飘在半空中 双方短暂僵持 都想将这件圣宝控制 两只白斧立刻折向飞过去 身躯在半空中旋转 无数的蚝毛射出 向玉伯川等人射去 想要帮忙 夺取宝珠 眨眼间 两只白斧一身毛发 脱得干干净净 他们的蚝毛 已经练成一宝 蚝毛如真 倘若被射中 蚝毛便会变得异常柔软 钻入人体之中 顷刻间便会丧命 与此同时 龙麒麟摇动身躯 体表的一片片龙铃 如同一个个锋利无比的大盾牌 光着膀子和屁股 只有龙尾的尾巴肩上 和大脑袋 还有些麒麟毛 雄夕与花容失色 连忙道 你们不要出手 他话音未落 两只白斧射出的蚝毛 被那青龙珠的绿光照耀 立刻木画 刷刷刷落了一地 两只白斧想要收回蚝毛 却失去了感应 哥俩目瞪口呆 抱着膀子不知所措 龙麒麟的龙铃 也在瞬息间木画 化作一个个目瞪牌 啪啪落地 这头胖龙傻眼 大肚子贴地 原本有龙铃覆盖住他的肚子 还不至于肚皮垂下太狠 现在没了龙铃 肚子上的坠肉 不受控制地向下坠 教主 龙麒麟完全没了主意 连忙转头看向 站在自己背上的秦牧 秦牧原本打算 催动八千剑杀过去 剑壮立刻收手 真天宫的青龙珠 实在诡异莫测 龙麒麒麟的修为 虽然不曾到天人境界 但是实力与天人境界 相差无几 皮粗肉厚 当初天波城之战 杜天魔王化身降临 与龙王大打出手 攻击鱼波擦中龙麒麟的屁股 只是击破龙麟 龙麒麟的伤势不重 可借着身龙麟防御之强 而两只白斧的实力更强 绝对达到天人境界巅峰的水准 身上的毫毛 也是轻易不会动用 没想到他们的宝物 遇到这青龙珠的绿光 竟然纷纷目化 失去控制 倘若勤目的八千剑飞过去 只怕能够不被木化的 只有无忧剑 其他飞剑都会变成木头 熊熙宇闷哼一声 法力不敌玉伯川等人 抢不过他们 青龙珠向玉伯川他们飞去 就在此时 突然大地剧烈震动 无数根须从地底一涌而出 漫天飞舞 刷刷刷结成一个巨大的漆黑木剑 将青龙珠包围起来 然后拉入地底 熊熙宇与玉伯川等人措手不及 双方都来不及 收回青龙珠 那根腰便已经将青龙珠夺走 玉伯川立声道 青龙珠是我真天宫的宝物 里面封印着青龙的真魂 这个老妖怪吞不下它 突然 地底的抖动更加剧烈 众人脚步不稳 只见他们脚下的大地震动不停 竟还在不断向上隆起 仿佛地底有一个庞然大物在向上钻 轰隆 泥土和石头四下崩飞 一派绿意从地底涌出 将它们拖起 让它们越来越高 龙麒麟连忙跳到一旁 一株大树的树冠 笼罩方圆数十亩 从地底涌了出来 从它们身旁拔地而起 两只白斧连忙飞起 想到身上光洁溜溜 连忙双手遮住下体 随即栽了下来 一头栽入茂密的树丛中 两只白斧微微一正 只见这株大树竟然还在疯狂生长 树冠越来越大 树身越来越高 没多久便见到四周 又挨挨白云从树冠旁边飘过 而空气也越来越凉 呼吸有些困难 连忙飞起 从树冠中向下飞去 这一飞才觉得路途漫长 这树冠竟然无比庞大 而且厚实 它们尽管速度很快 但还是花费了不少时间 才从树冠中飞出 飞出树冠 下方却是令人眩晕的高空 一株无比粗大的树身 比四周的山巒还要高出梁多 两只白斧连忙向下飞去 又过了片刻 这才看到地面 与此同时 大树不断发出轰隆的震动声 每隔一段距离 便突然有无数只条风掌 变成了第二重树冠 第三重树冠 第四重树冠 两只白斧连连躲避 突然半空中又有雷霆交加 咔嚓咔嚓劈来劈去 接着又稀稀利利地下起雨来 等到它们落地 两只白斧连忙护住下身 扭头四下看了看 没有看到秦牧等人 只看到如山般雄伟的树身 挡住了它们的视线 地面不断崩裂 出现一条条粗大如龙的根须 噼里啪啦作响 疯狂延展 被根须缠绕的密布透风 而在上空 阳光已经被遮掩得干干净净 没有多少光亮 福家兄弟飞到树身上 贴着树飞速爬动 寻找秦牧等人 突然 稀稀苏苏的声音 从底层的树冠上传来 一条条须根从树冠中垂落下来 须根飘来荡去 挂着一个个大花苞 这就应该是根腰的本体了吧 秦牧的声音传来 福与秋福玉春 连忙快速从树上爬过去 看到秦牧和龙祺林等人 这才松了口气 从树上纵身跃下 落地用肉翅护住身体 免得走光 秦牧抬头仰望根腰所化的巨木 心中震惊莫名 上前包开一个锤下的大花苞 花苞被包开 里面顿时锤下一个少女 一动不动 双手下锤 这少女有气无力地张开眼睛 看了秦牧一眼 气若犹思道 天圣教主 秦牧合上那少女的双眼 那少女又睁开双眼 恶狠狠地瞪着她 秦牧又去打开其他花苞 里面也都是一个个倒挂下来的女孩 正是枯忌领根腰接触的古怪东西 算不得独立的生命 这些女孩只是根腰身体的一部分 根腰只是一团根须 吸收了神和魔的血成了一头大腰 她没有树身 而经吸收了青龙珠的能量 长出了树身 只怕更加恐怖了 秦牧忧心忡忡 道 我们尽快离开此殿 白富兄弟看到地上有些自己的毛发 已经不再是木画状态 不由欢喜 连忙身躯一摇 将毛发收起 一旁的龙麒麟也晃动身子 将恢复如初的龙铃收了起来 熊羲羽摇头 青龙珠中的是青龙真魂 这头大腰吸收不了 她多半被青龙珠中的能量控制 动弹不得 只要寻到被她吞掉的青龙珠 我们便可以反败为胜 击杀欲伯川这些叛逆 熊羲好奇道 娘 取出青龙珠之后 这头根腰还会不会活过来 熊羲羽打个冷战 现在有青龙珠压制根腰 倘若取出青龙珠 根腰恢复行动能力 他们便又会危险了 突然 一个声音传来 少主 青龙珠在这里 秦牧脸色大变 糟了 不能让他们挖出青龙珠 他们连忙寻声过去 却见玉伯川等人 真天宫的强者 看着一块树身 那树身中绿光盈盈 如同翡翠一般 将方圆树母大小的地方照亮 显然 库祭灵 根腰将青龙珠吞下 青龙珠中恐怖的力量 瞬息间将它木化 以至于根须生长出树身 将它压在此地 根须也僵化 动弹不得 不要取出青龙珠 取出来 这头大妖精 便会恢复自如 谁也活不了 玉伯川说完这话 向秦牧等人看来 微微皱眉 他身旁众人立刻严阵以待 守护在他身旁 秦牧微笑道 诸位师兄 有礼了 在这里 你们真天宫的神通 还能动用吗 倘若不行的话 那么我们只好送诸位上路了 玉伯川身形突然一闪 来到那绿光所在 探手抓入树身之中 冷笑道 天圣教主 要死大家一起死 好香 什么味道 他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天旋地转 扑通到了下来 诗弥香的味道 秦牧笑咪咪道 扑通 扑通 真天宫众人纷纷倒地 只剩下那三位 天人境界的高手 还能支撑 脸色丈红 但是他们的修为 在压制诗弥香 能够动用的法力不多 突然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笑道 诗弥香 是一种麻药吧 我问问 雄西鱼脸色俱变 而那三位天人境界强者 则是大喜 毒师 木硬雪 秦牧寻声看去 却见 一位黑衣女子身上 挂着金银饰品头戴玉珠关 从一道道须跟下 垂挂的女子身旁走来 他锁过之处 那些花中女子纷纷枯萎 变成一把把灰烬落地 秦牧取出玉瓶 抛了过去 笑道 是麻药 你闻闻看 第324章 星星吸星星 那黑衣女子 正是稀土真天宫的毒师木硬雪 年纪不大 黑色衣服下的身体 散发出青春的活力 肌肤被黑衣衬托 显得很是白皙 胜雪的白嫩 很是契合她的名字 肤白可以硬雪 他抬手接住玉瓶 秦牧这才注意到 她的手上 穿着黑丝的手套 很是鲜薄 但却能保护她的肌肤 不暴露在空气中 这对手套应该不是繁物 关于练毒用毒的人 需要非常小心 免得自己触碰到毒物 秦牧敢肯定 她这双黑丝手套 并非是丝质 而是密不透风 连空气也无法流通 她的胸膛并不起伏 是靠自己的肌肤毛孔 来呼吸换气 免得中毒 显然她的实力 不是在修为和灵丁上 而是在她的毒上 修为境界 从来不是判断 要是实力的标准 哪怕境界很低 毒死一尊神都有可能 木硬雪看了看玉瓶 却没有直接去 修玉瓶中的湿迷香 而是掀开手臂 让自己的肌肤纹一纹 吸收很少一丝湿迷香 顿时止觉半条手臂麻痹 失去止觉 好药 她的眼睛亮了 将玉瓶色好 扔给秦牧 赞道 虽然麻不翻天人境界的强者 却可以限制对方的行动 很了不起的麻药 秦牧手掌一番 元气涌出 将玉瓶托起 没有让玉瓶接触自己的手 而是从饕贴袋里 取出一只三条腿的闭眼蝉蝄 那蝉蝉嘴巴张开 呱的一声 将玉瓶吞下 闭上嘴巴 然后又将玉瓶吐了出来 秦牧将蝉蝄放下 这只三条腿的蝉蝉 蹦蹦跳跳地 向木硬雪走去 熊细雨等人看直了眼 他们只知道 秦牧在那片盆地中采药 却不知道 秦牧何时 做了一只闭眼蝉蝉 放在自己的饕贴袋里 木姐姐的毒药 也是不凡 秦牧赞道 不过你的毒只是小道 还不能登上大雅之堂 称不得毒不天下 木硬雪也谋雪亮 看着跳过来的闭眼蝉蝉 手指轻轻弹动 一缕元气丝化 做一只飞虫飞来飞去 那三条腿的蝉蝉 舌头一甩 将飞虫吃到肚子里 呱呱叫了两声 接着像是吹气一般膨胀起来 眨眼间 便其大如牛 秦牧取出一粒灵丹 手指在灵丹中央轻轻一滑 灵丹从中间裂开 只听嗡嗡的声音传来 这灵丹中央 竟然是空的 从里面飞出一只蚊子 蚊子震动翅膀 飞到蝉蝉背后 趴在上面 没过多久 蝉蝉越来越小 而那只蚊子却越来越大 蚊子肚子像是一个巨大的水袋 只是里面装着的都是血 并非是红色的鲜血 而是绿油油的血 那只吸饱了血 三足蝉蝉的体型 又恢复如常 蹦蹦跳跳 对着空中 仗于长短的大蚊子甩舌头 只是个头太小 吞不下去 木硬雪惊讶 灵丹养虫 有些意思 它掀开手臂 露出白嫩肌肤 那只大蚊子立刻上前 趴在它的手臂上叮咬 刚刚刺破它的皮肤 这只蚊子顿时像是缩了水一般 飞速缩小 颜色也顿时变了 变成红色 冒着火光向琴木飞去 琴木瞳孔微缩 从饕贴袋中取出几枚灵丹 这些灵丹大小不一 颜色也各不相同 琴木飞速将这几枚灵丹 切成大大小小的块状 按重量比例各取一些 掌心一团火焰飞出 瞬间将不同灵丹的药力融合 催化 演变成另一种丹药 琴木张口将这一粒丹药吞下 催动药力 拉开手臂上的衣裳 那变成红色 带着火焰的蚊子飞来 落在它的手臂上 便叮咬吸血 琴木脸色突然变得赤红 脸上 肌肉骨骼统统变形 变成红面獠牙 眉毛斜斜向上 一双掉眼 如同厉鬼一般 那蚊子吸了它的血 恢复成本来的颜色 又晃晃悠悠飞起 向木印雪飞去 木印雪冷笑 你没有下毒 琴木的鼻子 突然长了一大截 鼻孔却向上翻 丑陋无比 哈哈笑道 我若是没有下毒 这蚊子岂能闻着你的胃 便向你飞 木印雪微微醋眉 盯着飞来的蚊子 分辨琴木下的是哪种毒 过了片刻 这女子从袖兜里 取出几种药材 灵活地配备毒药 然后抹在自己的手臂上 让那蚊子叮咬 那蚊子叮了她一口 木印雪突然头发疯长 眨眼间 长发便如同豪猪一般 四面八方地生长而去 噗 一声轻响传来 木印雪觉得屁股发痒 一条粗壮的尾巴 从她屁股后面生长出来 顶破了裤子 拖在地上 木印雪脸色有些轻 那蚊子吸了她的血 体内的毒性发生了改变 立刻对她失去了兴趣 嗡嗡飞起 向琴木飞去 琴木脸色微变 急忙从饕贴袋中 取出几十种灵丹 切割配药 带到蚊子飞来 她已经将灵丹配好 她这次扶下灵丹 脸上的火气顿时消失 面目恢复如初 那只蚊子叮咬了她一下 又自飞起 而琴木体内 则传来咚咚的巨响 有如雷鸣 借着空中突然电闪雷鸣 一道道雷霆 咔嚓咔嚓地向她劈来 眨眼间便将她劈得焦黑 木硬雪也在炼制毒药 炼成了一小瓶药水 仰头伏下 满头飞扬八叉的青丝 顿时脱落 一丝毛发也没有留下 屁股后面的那条尾巴 也顿时脱落 这女孩提了提裤子 脸色铁青 把手臂露出来 让蚊子叮咬一口 木硬雪闷哼一声 仰面倒地 伸下去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 从头到脚 长出了八条腿 如同毛茸茸的大蜘蛛 你的毒很烈啊 木硬雪气劫 奸声道 吃我一毒试试 那蚊子又向秦木飞来 秦木脸色大变 慌忙配药 先解开自己身上中的阴毒 力声道 我怕你不成 两人斗毒倒也别开生面 看那熊西宇 熊奇尔等人瞠目结舌 他们初次交锋时 是在玉瓶上下药 然后秦木借三族蝉除解毒 同时使毒性发生变化 三族蝉除被剧毒影响 认为木硬雪是可口的东西 带着剧毒奔向木硬雪 木硬雪用元气化作飞虫 虫内又带着另一种剧毒 蝉除吃了飞虫 体内的毒性再变 秦木放出 自己在西天宫盆地中 捕捉的一种飞纹 借助飞纹的原始毒性 吸了蝉除的血 发生异变 去叮咬木硬雪 给它下毒 木硬雪解毒之后 给飞纹种毒 让飞纹去叮咬秦木 考验它的本事 两人你来我往 都是拼尽了手段 一面要解开对方的毒 一面还要保证 一种飞纹不被毒死 同时还要给对方下毒 对炼毒解毒的造诣要求极高 稍有不慎 没有毒死对方 还有可能被自己的毒药毒死 秦木看着飞来的蚊子 皱了皱眉头 抬手道 等一下 你我炼毒的本事相差不多 既然要奋出胜负 何必在自己身上下毒 木硬雪也有些承受不住 文言立刻看向熊细雨等人 娇娇道 既然如此 你对玉伯川下毒 我给玉伯川解毒 我对乃葵下毒 你给乃葵解毒 你放心 玉伯川乃是当今真天宫的小公子 地位不比乃葵差了 熊细雨等人脸色大变 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玉伯川 也在暗暗叫苦 他们两人斗毒 让人眼花缭乱 甚至毒师木硬雪莲 鼎鼎有名的阴毒也动用了 竟然还是奈何不得秦木 可见 秦木在毒里上的造诣 却也不输于毒师 在我身上用毒 倘若毒师解不开 我岂不是要死了 他想要逃走 但施弥香的药性依旧未解 灵魂也被麻痹 秦木笑道 在自己人身上用毒 算不得本事 你我在毒道上的造诣都不弱 既然如此 当然要以更强者为目标 毒死最强的存在 才算是本事 木硬雪露出好奇之色 跃跃欲试 乃魁是真天宫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被我用禅思毒削了调修为 我的毒道还不强 秦木拍了拍身边的大树 笑道 那算不得什么 我们如果斗毒 那就选择这个大妖来斗 这大妖乃是根妖 吸收了神血和魔血 同时有神魔血统 集合神魔之力 极为非凡 想让它中毒 须得能够让毒性压制住神魔血 有让神魔中毒的手段 木硬雪眼睛顿时亮了 打量根妖所化的大树 心神激荡 用毒之人 毕生以毒死神魔为之高目标 毒死一尊神桥境界的强者 并不算本事 好 我答应你 你和我 谁能毒死这头根妖 谁便胜错 真天宫 一位天人境界强者 露出绝望之色 挣扎道 毒师 正是要紧 木硬雪瞥他一眼 冷笑道 我不问你们 真天宫的权力之争 在我眼中 毒就是正事 我与这位小哥惺惺相惜 自然要斗个痛快 方不负毕生所学 突然 众人扑通扑通倒地 即便是龙麒麟 雄西羽 和两只白斧 也栽倒在地 那三位天人境界强者 也中毒昏迷过去 木硬雪看向秦木 正色道 硬雪难得碰到道友 今日一定要尽情施展 我带来的灵药不多 须得去大序中采药 两日 你我两日后 在这株大树下相会 各施手段 秦木凯然道 好 说吧 放下一枚玉瓶 瓶口半开 施迷相会在这两日时间中 不断散发出来 不至于有人接近此地 他们二人立刻各自动身 前往其他地方寻找灵药 将龙骑林雄西羽等人丢在这里 他们走后 那株大树拼命晃动 想要连根拔起 趁机逃走 怎奈被青龙珠定住 动弹不得 第325章 毒杀根腰 夜幕降临 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 但是来到根腰本体所画的大树旁 便见大树四周有神光散发出来 这里是根腰的本体 为了躲避大株的黑暗侵袭 它也是费尽心思 保护自己的安危 或偷或抢 从其他地方弄来保护自己的神像 它的根须笼罩范围很广 但是本体却是一团根须 白天的时候 只需要将根须四面八方地铺开 化作女子引诱猎物从上门来 夜晚便可以收拢根须 躲到神像光芒 笼罩的范围中保命 白福兄弟与龙麒麟 熊夕与母女等人 都在他的根须附近 光芒的笼罩范围之中 因此晚上还算安全 只是众人或者中毒 或者被狮迷相麻痹 都动弹不得 只得乖乖地躺在那里 这一夜 外面鬼哭神嚎 黑暗中有巨大的阴影在活动 魔语不断传来 像是在他们耳边窃窃私语 也有神像突然复活 说一些不明意义的话 也有黑暗中光明乍现 突然间黑暗退去 出现山清水秀的世界 应该是大虚与其他世界重叠 另一个世界中 有人好奇地打量 这个大虚的黑暗 也有锈铁般死寂的世界 灰蒙蒙地 突然出现在他们四周 没有半点生机 一夜光怪陆离 让树下众人一颗心 提到嗓子眼里 终于太阳出来 日上三竿 龙麒麟倒在地上四角朝天 他中了木硬血的毒 却还能够说话 嘀咕道 教主今日还没有喂食呢 又过了一日 到了傍晚时分 琴木风尘扑扑地从外地赶来 一边走一边炼药 他采集了一些美玉 炼制了一口八卦五行炉 比太学院的那口蜜蜂炉 还要精致复杂 作为炼器大家 炼制这样一口丹炉 并不困难 琴木来到树下 还在不停地炼制丹药 蜜蜂炉炼炼 毒气不会外泄 他用的手段与从前都有不同 自从与小毒王较量一番之后 他在炼毒之道上 也大有长进 这次他炼制的毒丹 所采取的手段 是基础毒丹 就像剑术有14招基础剑术一样 他炼毒也炼出 最为基础的1024种毒丹 不同的基础毒丹 相互排列组合 便会演变为不同的毒药 每一种毒丹的剂量不同 配比方式不同 得到的毒药也不同 不仅如此 他还炼着许多基础的 补药灵丹 用来壮大药力 可以让毒药的威力镜 自提升几十倍 他将这些基础毒丹 和补药炼好 又取出几枚种子 和十几个虫卵 在树下种下种子 以造化地缘工造化 灵工等工法催动 促使种子飞速成长 长成一株株灵药 同时又让虫卵孵化 从虫卵钻出许多小虫子 勤木以补药喂毒虫 将这些毒虫喂得肥肥胖胖 然后让毒虫爬到灵药上 啃食灵药 助长毒虫毒性 药师尽管一身药力出神入化 但并没有刻意传授他毒工 这些是他从小毒王府原青 那里学来的本事 然后将毒道与医道融合 勤木让这些毒虫自相残杀 毒虫相互吞噬 剩下一只虫王 然后调制不同毒丹 配置各种大毒之丹 让虫王吃掉这些毒丹 天黑之前 木硬雪终于赶回 这女子骑着一头白象 白象晃晃悠悠 不紧不慢地走来 而白象后面 则跟着许多花花草草 勤木错愕 只见这些花花草草飞禽走兽 甚至虫子都跟在这女子身后 形影不离 万物有灵 毒物也有灵 他采药的手段 比我高明多了 竟然能让毒药自己跟着他 这的确是在毒道上 有着高明造诣的劲敌 勤木感受到了压力 两天前的那场较量 木硬雪与他互有胜负 两人都吃了亏 这次只怕才是真正的对决 木硬雪来到树下 那些花花草草 独禽独兽 还有毒虫毒鱼也来到树下 树下躺倒的众人毛骨悚然 看着勤木与木硬雪的眼神中 充满了恐惧 这些毒物 对于勤木和木硬雪来说 都很是寻常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 就是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了 木硬雪立刻张罗开来 催动自己的功法 却见那些毒物自我生长 带到毒性圆满 又各自将自己最毒的部位 摘下献给他 这女孩很是认真 一丝不苟 专心致志地栽培自己的毒药 她的毒与中土的毒有些不同 主要针对元气 元气乃人之出气 元气不足 则身体亏空 血衰神衰色衰 骨骼不见 倘若元气空了 人也就死了 对于修炼的人来说 也是如此 她的毒里 大有追寻生命本源 将本源毒杀的意思 很是高明 勤木扬了扬眉头 也开始专心致志地 陪练毒药 两人较劲 一夜苦练 身边的大树瑟瑟发抖 树身晃来晃去 晃了一夜 还是没能逃脱 色忠于大量 勤木将自己的毒药练成 木硬血也直起腰身 两人手中都有一个小坛子 各自向对方看去 姐姐练的是什么呀 勤木好奇道 木硬血没有打开坛子 笑道 你的要很毒 但你的嘴巴倒甜得像蜜一样 说得人家心里暖暖的 我这药原本是没有单方的 是我针对神魔之血所开创的新药 还没有取名 我这药有个好处 化神魔之血 破坏元气本源 服下之后 一时三刻间便元气空空 神消元散 一命呜户 勤木眼睛一亮 道 姐姐 你这要没名字 我给你取个名字 便叫做神消三妙散 如何 木硬血欣喜万分 很是开心地看他一眼 赞道 好弟弟 看不出你还有学问 换做我便取不出这么好的名字 你的要是什么样 勤木拍了拍坛子 笑道 我这药也是与众不同 我师父不曾教我毒药的单方 只教我药理 我是从我师兄那里学来的练毒之法 这一味要有个好处 颠倒了阴阳 错乱了五行 大补就是大毒 大补滋养大毒 坏人肉身 坏人元神 服下我这药 先是神魄 再是神魄 我这药 又融合楼兰黄金宫的污毒 可以让魂魄涣散 因此有三魄 木硬血道 不如就叫三魄散 名字虽不好听 但是却应景 秦木笑道 姐姐这个名字 倒也有趣 就叫三魄散了 躺在地上的众人哭笑不得 这两人明明是生死大敌 都想毒死对方 都想胜过对方的毒道 而现在却相互吹捧 你一句姐姐 我一句弟弟 毫不亲热 而且 听他们夸赞自己的毒药 似乎那不是毒药 而是服下之后 立地成神的圣药一般 好姐姐 是你先下毒 还是我先下毒 秦木问道 木硬血迟疑一下 先下毒后下毒 都有讲究 先下毒 如果毒不死这根腰 也可以让根腰元气大伤 后下毒的人 便会减个便宜 但是先下毒 则会占了先机 倘若毒死根腰 也就剩了 对方自然只能甘拜下风 他有些为难 秦木看在眼里 打开自己手中的瓷坛 笑道 我先来 如何 他的瓷坛打开 一股黑烟飘了出来 黑烟之中浮起一只毒虫 身上竟然泛着道道光芒 像是蜘蛛 又不是蜘蛛 八爪 长身 肚子如蜂 长着八只眼睛 八只眼睛都紧紧闭合 这不是真正的毒虫 而是毒性所化的异象 似乎毒虫睁开眼睛 便有惊天动地的毒性爆发 木硬血看了一眼 打个冷战 连忙道 我先来 秦木退后一步 木硬血上前 打开自己的坛子 坛子中一股绿烟飘起 绿烟中的神硝三妙散 竟然是一枚绿色的种子 木硬血催动法力 绿色种子刷得一声飞去 隐没到前方的大树之中 隐约可见 那种子在树中生根发芽 飞速成长 木硬血做法 将神硝三妙散的毒性全部催动 突然间大地震动 那根腰似乎感受到无比强烈的疼痛 痛得树身颤抖不已 一条条粗大如龙的根须 啪啪啪断裂 一条条畜手状的须根也飞速腐化 须根尽头的花苞中 传来淒厉的惨叫声 花苞里的女子晃来晃去 接着一朵朵鲜花枯萎 许许多多花苞坠地 里面的女子也变成了一段段交谈 而在高空之上 大树的第一层树冠轰然崩塌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轰然砸下 落在远处的一座山头上 将那座山头砸得裂开 好毒 好药 勤募惊叹 木硬雪却微微醋眉 这株大树的第一层树冠虽然坍塌 树皮也露出了枯败之色 但是有一点变化 出乎她的预料 那就是青龙珠 根腰将青龙珠吞入腹中 青龙珠固然镇压了根腰的行动力 但是却也提供给根腰无与伦比的活力 而且 神血魔血中蕴藏的力量 也超乎了她的预估 她的神霄三妙散 只怕不能堵死这头根腰 木硬雪等了一个时辰 根腰渐渐不再挣扎 反而又有根须生长出来 树冠也自生长 枯萎的皮也自脱落 长出新皮 我输了 木硬雪神色黯然 摇了摇头 秦木上前 笑道 我也未必能够赢你 她元气爆发 形成一座祭坛 秦木将祠坛放在祭坛中央 围绕祠坛做法 那坛上的虫子体型越来越大 突然呼的一声飞起 趴在树上 然后渐渐渗入树中 秦木不踏钢斗 皮肩散发 在祭坛上做法不停 她的三破散中有污毒 因此要做法催动班公措的污毒 根腰不为所动 突然毒性爆发 大树轰隆震动 噼里啪啦断裂 无数岁木从天而降 下起了一场沐浴 接着大地像是翻了锅一般 无数根须像是大蛇跳出地面 扑通扑通地翻动 轰隆 地底飞出一个无数根须组成的巨大黑球 那些根须纷纷枯萎断裂 碎了一地 黑木被堆成了一座大山 第326章 神色呆滞 半空中巨木分扬 有巨大的木块向她砸来 但她却忘记躲避 突然秦木扑过来 将她抱起便走 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那块巨木便轰然砸下 澎湃的气浪将两人先飞出去 两人身形站定 秦木将这女子放下 回头看去 刚才木硬雪所立之地 被巨木砸出一个大坑 泥土乱石纷飞 木硬雪惊魂否定 突然醒悟过来 连忙从身上取出几个玉瓶 飞速道 我身上有毒 你刚才抱我可能也中毒了 不用 秦木自己飞速地配了几粒解药 解了毒性 两人四下看去 不仅有些麻木 四周的山谷 被黑色木头堆满 杂乱无章的木头堆积成山 而在他们脚下 则是跟腰的根须 数不清的树根扭曲在一起 一动不动 秦木连忙去看龙祈林等人 这树无法想象的大树崩塌倒下时 没有伤到树根处的他们 也没有将他们埋起来 倒是幸运 你赢了 木硬雪神色黯然 沮丧道 稀土第一的毒师 还是比不上一个大须的小哥哥 我愧对稀土第一的名头 秦木摇头道 你无需伤心 这次是我捡个便宜 我的毒众 有楼兰黄金宫的污毒 再加上你给跟腰下毒在前 伤了他的元气 我这才能将他毒死 木硬雪消锁道 他吞下了青龙珠 元气随时可以补充 我没有帮上忙 秦木安慰道 其实我对毒道并不在行 我在行的是治病救人 而且 我也不是岌岌无名之辈 我的名头很大很响的 木硬雪被受打击 不在行 还击败了他 你还不如不安慰我 木硬雪冷冷道 你赢了 准备怎么处置我 秦木纳闷 摇头道 处置你做什么 你我斗毒 而且除掉了跟腰这个强敌 我也很是开心 大家都是同道 交流戒本是分内之事 木硬雪瞪着乌溜溜的眼睛 看着他 突然抬着脚尖 在他嘴唇上印了一下 然后把一个小布袋子 塞到他手中 闪身便走 哥哥笑道 我给你下毒了 相思毒 你若是去稀土的话 别忘记找我 不要从我家正门进去 从窗户里翻进来 秦木呆了呆 只觉这女孩的嘴唇 湿湿的软软的香香的 自己的头脑中有些空白 但这并非是中毒 秦木作为颜康国的少年神医 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 少年依旧在冷静无比的分析 这是大脑缺血的症状 我被他亲了一下 心脏停跳了一拍 大脑中暂时无血液流动 所以脑中一片空白 木硬雪植 笨龙麒麟熊羽等人 秦木心中一惊 连忙追过去 那枚青龙珠 也在崩塌中 从根腰体内蹦出 落在众人中央 熊熙与这位真天公乃魁 正在竭力挣扎 拱着身子向青龙珠挪去 两只白斧也在向青龙珠爬去 他们身上的毒式木印血所下 而经毒性已经渐渐自解 让他们能够动弹 另一边 玉伯川等人中的 施名香的药力也在划去 他们也在向青龙珠爬去 试图在他人之前 抢到青龙珠 龙麒麟爬得最快 这个庞然大物体型臃肿 原本懒得很 火烧屁股才走 此刻对这枚青龙珠 却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努力地往前拱 超过了众人 只是他的耐力却差 爬了不久便气喘吁吁 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两拨人马距离青龙珠越来越近 一位天人境界高手 距离青龙珠最近 伸出手掌向青龙珠抓去 龙麒麟见状 连忙张开嘴巴伸出舌头 舌头越来越长 向青龙珠舔去 眼看他必要将青龙珠卷住 沐映雪也来到跟前 琴木落后一步 抬手招了招 元气飞出 将青龙珠卷起 沐映雪却没有出手抢夺青龙珠 而是衣袖一卷 将玉伯川等人统统卷起 送到白香背上 这黑衣少女脚下一顿 身形飘起 站在那尊大白香的翘起的鼻子上 向琴木挥手 玉家的家主对我有恩 所以他们 我也带走了 最是相思少年郎 早日去稀土啊 琴木茫然 向他挥了挥手 心中有些别样的情绪 沐映雪在到他手中的小布袋子不大 像是一个香囊 不过颜色是黑色的 上面用金线绣着鸳鸯 并紧游在荷花旁 他打开香囊 里面 却是一小把红彤彤的红豆 像是熟透的红苹果 但是要小很多 红豆生囊国 春来发几枝 雄细雨亮亮呛呛地站起来 看着他手中的红豆 轻声淫道 愿君多彩鞋 此物最相思 琴教主 毒师是在邀请你走婚呢 琴木嗅了嗅红豆 摇头道 红豆有毒 他只怕是要下毒害我 难道真有相思毒 是了 他刚才用嘴亲我的嘴 还有些气气的 他的嘴唇上 肯定有另一种毒 这种毒与红豆的毒 可以混合在一起 变成复合毒素 嗯 一定是这样 雄细雨错愕 这位真天宫前代公主 瞪大乌油油的眼睛 看着天圣教的教主 心中狐疑万分 红豆不是用来表达相思 表达爱意的吗 这位秦大教主 怎么扯到红豆 有毒上去了 还怀疑木硬雪给他下毒 他终于可以肯定 这位秦大教主 对男女之间的感情 似乎有什么误解 而且病得不轻 他好像不知 被谁灌输了错误的想法 雄细雨心道 不过 琴木还是将有毒的红豆 放回黑丝香囊中 然后郑重地收起来 让雄细雨觉得 他还不是无可救药 琴木举起青龙珠 打亮了一番 只见珠子中的青龙 身体颜色如同翡翠 有一种剔透晶莹的感觉 没须也都是青色 像是御龙一般 青龙魂在珠子中游动 很是欢快 这是真龙的龙魂 不是鸡婆龙 龙麒麟 青牛娜等一种 而是纯雪的青龙 隔着珠子 琴木也能感受到 异常强大的神力 尽管跟腰 汲取了青龙珠中的 一部分力量 但这青龙珠 似乎能够不断吸收 游离于自然中的元气 自我补充能量 很是奇特 真是好把握 这里面的龙魂 不会是一尊龙神吧 琴木运转霸体三单弓 元气自动化作青龙元气 试着催动青龙珠中的力量 却发现自己无法催动 心中不禁诧异 道 大概只能用真天弓的独到法门 才能驾驭青龙珠的力量 仅凭我的青龙元气 估计只是给青龙魂送菜吃 想要动用青龙珠的威力 需要与其中的青龙魂建立沟通 恐怕只有真天弓的万物有灵 万物有神的法门 才能与青龙魂联系 稀土的圣地的确大有本事 他心中暗赞 龙麒麟身上的毒又降低了不少 已经可以站起来 连盲摆着尾巴 身后长长的龙尾 扫得四周都是烟尘 叫道 教主 珠子给我 琴木没有理会他 将青龙珠随手丢给熊奇儿小丫头 笑道 这个给你玩 熊奇儿握住青龙珠 甜甜笑道 谢谢哥哥 龙麒麟口水哗啦啦直流 冲着熊奇儿摇尾巴 姐姐 珠子给我玩玩 你放心 我绝对不吃 我敢打包票 琴木连忙取出几个玉瓶 放在这丝的嘴巴下面接龙弦 心道 多接几瓶 回到京城卖掉 便又有钱了 嗯 这次先回村里 将灵儿接过来 他打理钱财 比我厉害多了 他接了十多瓶 熊奇儿将青龙珠 放在自己的兜兜里 龙奇林的口水这才止住 琴木向熊奇儿抛个眼色 熊奇儿年纪虽小 但却冰雪聪明 又取出青龙珠 龙奇林尾巴摇地呼呼作响 口水又自哗啦啦直流 琴木接了二十多瓶龙弦 心满意足 唯恐龙奇林的龙弦流的 太多影响质量 示意熊奇儿把青龙珠收起 两只白斧也恢复过来 熊奇鱼也恢复了力气 琴木带着他们向东方走去 熊奇鱼中毒太深 倘若刚刚中毒 毒性很浅 那时治疗最为简单 但是他中的蝉丝毒 毒性渗入到神藏之中 这就很难驱除干净了 对于别人来说 这已经叫做病入膏肓 不过琴木觉得 还有药可救 一路上 他四处搜寻灵药 炼制灵丹 用了先后不下十种灵丹 换了十次药方 总算将灵胎 五行 陆河和七星 这四大神藏中的蝉丝毒 驱除干净 走了十多日 始终没有遇到玉伯川等人的追杀 想来青龙珠被夺 他们自存没有了青龙珠 无法与琴木等人抗衡 估计是 回到稀土搬救兵吗 突然 笑道永江源头到了 他们没有走出多远 便见一道溪流出现在峭壁上 而峭壁下 深达数千丈 熊西雨等人 连忙向南北方向看去 只见大须从西向东来到这里 突然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面 一道天谦横跨南北 不知多少里地 天谦将大须一分为二 西方的大须 要比东方的大须 高出数千丈之多 这是什么力量形成的断面 熊西雨难难道 大地震 秦牧的脸色 看不出任何表情 到 一场难以想象的地震 熊西雨 不由打个冷战 秦牧从峭壁上跳下 脚踏空气 一步步向下走去 熊西雨带着女儿连忙跟上 带走到峭壁的半山腰处 只见那道溪流 与其他从天而降的溪水会合 变成了一道大瀑布 再往下走 瀑布冲刷出一个很大的水潭 河水从水潭的口子处倾泻而出 这条河不宽 河面只有两三丈 但是继续向前 其他小河便汇聚而来 河水渐渐变得湍急 河面也越来越宽 熊西雨回头看去 只见他们背后的那道天嵌峭壁上 无数瀑布奔流 流水到了这里 汇聚成一条大江 永江 第327章 历史的回光 永江到了 秦牧打量四周 村长带着他寻找无忧相识 曾经来过附近 那个阴差 接阴鬼魂的村庄 应该距离此地不算太远 左右也就是五六日的路程 便可以回到残老村 此时已经是八月底 太阳还十分火辣 郊阳横空 说起来也是一段颇为坎坷的路途 秦牧从京城里 随着太子林御书走出来时 还是阳春季节 而现在便已经到了夏末 再过一季 又要回村过年了 这一路上的经历遭遇 堪称传奇 他们沿江而下 突然江上一股水汽吹来 接着便见 挨挨白雾封锁大江 四周什么也看不见 秦牧当即停下脚步 众人也急忙各自停步 站在江面上一动不动 熊西雨心中一警 低声道 妖怪 秦牧摇头 不像是 应该是大虚的一种诡异 正在此时 他背后目指剑桥中的那口无忧剑 在叮铃铃作响 秦牧心中微动 无忧剑很少会主动发出剑鸣 上一次发出剑鸣声 还是在遇到他父亲秦汉珍的宝传 无忧剑不断震动 迷雾中渐渐传来人马喧哗的声音 似乎有数不清的人马 从这里经过 熊奇而低呼道 你们看我们脚下 水不见了 秦牧连忙低头看去 只见他们脚下的永江不知何时突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干燥的黄土地 迷雾渐渐消失 越来越淡 四周隐隐约约可见诸多移动的身影 秦牧 熊奇雨等人不由呆滞 身躯僵直 只见他们四周是一片戈壁荒漠 黄沙漫天 数以万计的衣着款式 都很是古朴的神通者 带着一头头巨兽 正在兴建规模庞大的建筑 这些建筑不像是人类居住的房子 楼宇高大尾岸 宝塔直耸云霄 宫殿金碧辉煌 像是巨人或者是天神居住的地方 而在一座座高高的神坛上 立着一尊尊金光灿灿的天神 有的鸟手人身 有的兽手人身 一身金甲 神眼放光 那是活生生的神奇 似乎身躯所立之地便永昼光明 数以万计的神通者 在他们的监督下 正在打造一片神明的宫殿 规模宏大壮观 不过 他们所在的地方不是永江吗 这里怎么会是荒漫 几头赤龙拉着一辆宝碾 在天空中飞驰而来 远远便听到一个声音震动天地 奉上黄玉 宫部独造西宫 开水利交通 秦目微微一正 上皇 村长传授给我的剑图第三招 便是上皇截动 上皇截动中的上皇 与奉上黄玉的上皇 有什么联系 一尊立在神坛上龙守人身的神奇 宫身领域 身躯猛然一摇 化作一头苍龙 在半空中航云不语 兴风作浪 引来大水浇灌荒漠 与此同时 又有一尊神奇守主青铜寺 神话巨人 开山挖渠 引到水利 又有一尊神奇取出宝瓶 浮在半空中 宝瓶向下 顿时一片绿色涌出 荒漠变成草原 茂密森林疯狂生长 还有一尊神奇取出大顶 大顶落地 顿时群山拔地而起 山势斗变 大漠变成绿山 秦目等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这些上皇时代的神用 无边的力量改天换地 什么沧海桑田 不外如是 这条大河 应该是永江吧 秦目正然 看到手持青铜寺的那尊神奇 开出了一条主河道 大河很长 向东方奔流而去 这条大河的形态 与永江有些相似 但是河道走势并不完全相同 像是永江 但是水势却没有永江大 正在此时 迷雾再度涌来 将他们前方的一切淹没 恍惚中他们感觉到 大地剧烈震动 巨大的响声 像是苍天崩塌大地断裂 迷雾中是一片末世的景象 天在旋转地在颠倒 火山流星浓烟雷霆 淹没了曾经的辉煌公雀 埋葬了一个文明 他们听到身后传来隆隆的声音 回头看去 迷雾中一道天芡 正在缓缓升起 隔断了大路 迷雾渐渐散去 仿佛时空的铁锈 在一点点消失 他们身后的天芡 渐渐恢复清晰 瀑布奔流 挥入永江 众人脚下的黄沙 又变成了流水 日夜不停地向东流去 扑通 扑通 倒挂在龙麒麟下巴上的 两只白斧惊呆了 两只爪子没有抓牢 坠入水中 两只白斧连忙从水里飞起 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大虚太诡异了 请教主 快点把我们送回鸣谷 秦牧哭笑不得 福家兄弟 你们俩本来就是 大虚诡异的一部分 还说什么大虚太诡异 你们哥俩在鸣谷 能吓死不知多少 闯入那里的寻宝者 两只白斧面面相去 我们哥俩也是诡异 秦牧既是好气又是好笑 这哥俩没有半点自知之明 鸣谷的诡异何等可怕 各种诡异的生灵 即便是天人 也难说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而他们哥俩 就是鸣谷的守护者 是诡异中的诡异 四周的迷雾 依旧没有完全散去 远望天欠 朦朦胧胧 突然 一团团雾气向他们走来 来到他们身前时 已经变成一个个灰白色的身影 扑的一声从他们身上穿过 众人急忙转过身来 只见那些雾气又凝聚在一起 迷雾中一个声音道 上皇纪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这个恢弘的时代 会消失在天地间 刚才这件事是 历史的回光返照吗 将历史中发生的事情 烙印在时光中 机缘巧合重现历史中 发生的那一幕 这片土地真是奇妙 上古的帝国也令人惊叹 陛下 道门和大雷音寺 有一些记载流传下来 陛下下诏 让他们将这些记载送来便是 善 让他们送来 这些和尚道是我不想搭理 总是让朕不要变法 不变法 何以改变名声 我不想见他们 为首的那团雾气 走向天前 声音从雾中传来 我不想我们开黄国 也落得相同的下场 必须要吸收前朝的教训 多么恢弘的一个帝国啊 众神治理凡间 为人做事 这么强盛 为何只留下了这些遗迹 秦目心神激荡 向那道雾气看去 开黄 秦氏的祖谱上 排在第一位的 便是开黄 是秦氏的老祖宗 他急忙向那几道 人形雾气追去 那几道雾气的速度很快 几步之间 便将它远远撇开 秦目催动偷天神腿 风驰电掣 但是那几道雾气 还是突然消失无踪 秦目失魂落魄 呆呆地站在那里 开黄 开黄国 应该是大须灾变之前的国度 只是开黄国 与无忧乡有什么关系 熊熙鱼等人追了上来 熊熙鱼眼眸流转 四下看去 道 秦教主 刚才那一幕 历史的回光 秦目定了定神 道 永江源头怪事很多 这里可能连接着数个世界 夜幕降临时 便会发生许多怪事 没想到 白天也有怪事发生 从刚才的回光返照来看 这里应该是上皇的一处行宫 说不定在这里 可以找到那个时代的遗迹 历史的回光 熊熙鱼等人都是微微一正 有些不解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如何回光返照 秦目却见过历史的回光 在宝传上 他就曾见到他的父亲 秦汉真遭遇埋伏的那一幕 这种历史的回光 一般都是强者所留下的时光印记 回光返照时 一般是由相关的人 物或者事情所触发 有着很强的偶然性 宝传上的那次回光 是由秦目和无忧剑引起 而这次回光 又是由什么引起的 这次是两次回光 秦目突然醒悟过来 或者说是回光中的回光 开皇来到这里 于是触发了第一次回光 见到了上古时期 上皇麾下的神奇 改造大漠的事情 而第二次回光便是开皇等人 出现在永江上 第一次回光 是第二次回光中的一部分 也被时光记载下来 那么触动这次回光的是什么 难道又是无忧剑 秦目背后 无忧剑已经安静下来 不再发出剑鸣声 而历史的回光也完全散去 江面上没有半点迷雾 清空朗朗 阳光很烈 那迷雾竟然不知从何而来 又去了何处 太奇怪了 为何会在这里发生这些事 等一下 父亲的那艘宝船上也发生了历史的回光 而宝船是在幽都与现实世界的夹缝之中 风巢风印封住了幽都与现实世界的入口 倘若条件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 这里发生历史的回光 肯定也是由于 这里是与其他世界相连的入口 秦目思索 可能 历史的回光是 映照在世界与世界的壁垒上 被触发之后 便会将历史再现 他与村长也是在这附近遇到了阴差 从这里进入了风都死者升界 第二次来到此地时也遇到了阴差 而且 也是从这附近进入死者升界界月亮船 死者升界在附近 幽都应该也在附近 永江源头 更像是与其他世界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说不定 这里有去其他世界的通道 这里肯定有连接其他世界的节点 秦目刚才被震动的内心恢复平静 眼瞳中一层层光滑旋转 现出必消天眼 向四下里看去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他抬头向上看去 看了半晌 突然看到了一丝异样 天空同样是蔚蓝蔚蓝的天空 但是他既然看到了两朵云相逢 然后相互穿过 而根据他的认知 两朵云如果相逢相碰 会合并在一起 而这两朵云虽然相互穿过 但却仿佛没有碰到彼此一般 这种情况更像是这两朵云 分别处在不同的空间之中 看似相遇 实则并未碰到一起 也就是说 它们头顶 有两个天空 两个重叠在一起的天空 不对 或许是三个 秦目纵身跃起 飞速奔上高空 突然一股风吹来 让它连打几个冷战 也有可能是 四个重叠的天空 或者是五个 第328章 星老剑神 那两朵云风向不同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而那两朵云所在的高空中 风向与两朵云彩的趣事 根本不同 恰巧垂直 造成情况的原因 只能是两朵云和那股风 不是同一个空间 从风和云来看 便有三重空间 再加上 一直处于黑暗中的幽兜 和灰蒙蒙的风都 这两个世界的天空 倘若出现在这里 必然是黑色或灰色 虽然看不到黑色 或者灰色的天空 但琴木敢肯定 这两个世界都在附近 也就是说 永江源头 可能有五个世界 重叠在一起 到了夜幕降临 黑暗侵袭 一个个世界相继出现 你方畅把我登场 热闹无比 有时间 一定要去稀土与大虚 接壤的地方看看 黑暗是从那里涌来 或许可以发现更多的秘密 琴木从空中落下 有些头疼 触发历史回光的 到底是什么 永江源头 到底连接了哪些事件 这些连接的点 都在何处 大虚里的秘密很多 而这条永江的秘密 似乎也有不少 有些秘密 是我无法接触的 解开的 强行去解开 只怕会有生命危险 还是先回村吧 他们沿街二下 雄西雨不住地 打量琴木 突然还是忍不住 好奇到 琴教主 你真的是大虚里 土生土长的人 琴木点头 不解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雄西雨道 这么危险的地方 你是怎么村活下来的 大虚里各种异兽 各种诡异 各种凶险 夜晚时便有黑暗侵袭 魔怪肆虐 还动不动便有其他世界 与大虚重叠 你能活到现在 着实不敢想象 琴木失声笑道 公主姐姐 你误会了 大虚其实很安全 比外面安全太多了 大虚外面才叫凶险 实不相瞒 我第一次走出大虚来到严康时 住在江边的一家客栈 当晚便出事了 那里叫做低江县 一个县城的人都死绝了 只有我和林儿逃了出来 我在大虚可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 雄西雨哭笑不得 道 那也不能说 严康比大虚凶险 你只是恰逢其会 琴木面色平静 道 我自从进入严康 遭遇过的杀鸡杀劫 遭遇过的暗杀 可比在大虚里多得多的 相比起来 大虚才叫安全 我在大虚里遭遇过的最大的危险 也是外界的人 闯入大虚造成的危险 大虚 是最安全的地方 雄西雨大惑不解 不知道他从哪儿觉得 大虚比外界安全 龙麒麟坑坑痴痴地笑道 公主有所不知 我家教主出门 都不敢用真姓名 只要说出真名 赶过来杀他的人 能从严康国排队 排到残老村去 那些正道之士 可是把他恨得牙根痒痒呢 琴木瞪他一眼 连忙向雄西雨解释 道 我们天圣教其实很正派 你不要误会 对了 到了村子之后 我基本上便可以将你的毒炼去了 你有什么打算 雄西雨茫然 回到真天宫吗 现在他只剩下了女儿 返回真天宫争权夺势 将公主之位抢回来 他一是没有这个把握 二是担心雄奇儿的性命 但是放弃祖宗的基业 他又有些不甘心 琴木将他神色看在眼里 笑道 我解去你的禅思毒 但是你的修为 却一时间无法恢复过来 我还需要给你调养一下 助你恢复元气 倘若 你无法下决定的话 我倒是有个建议 你随我走 去严康国待一段时间 我是太学院的博士 可以保健 你在太学院任教 雄西雨美眸如碱水 深深看他一眼 不自觉地露出圣地之主的气势 我毕竟是真天宫的女主人 你让我去太学院任教 琴木想了想 试探道 要不 你来我天圣教的学堂任教 雄西雨哭笑不得 目光闪动 道 我先去太学院转一转罢 五日后 他们终于来到残老村附近 琴木先去找了狐狸 几只白狐从狐狸的房子里钻出来 口吐人言道 公子 大姐去了严康国找你呢 已经走了几个月了 琴木细细询问一番 为首的一只白狐道 妖灵大王来逼婚 大姐把妖灵大王打了 妖灵大王去叫来他爹 大姐打不过 于是跑掉了 说是去严康国寻公子 琴木告辞 带着众人向残老村走去 残老村在望 琴木激动起来 高声道 村长爷爷 要是爷爷 我回来了 雄西宇向这个小村庄望去 只见村口一个胡子拉叉的老头 坐在躺椅里 没有了腿脚和胳膊 脸上胡须很乱 头发也乱糟糟的 村里还有一群鸡 在熊啾啾的巡逻 很是威风 木儿回来了呀 又长高了 那糟老头子晃着躺椅 晒着太阳 看了看雄西宇和两只白狐 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这女娃子很漂亮 修为很强啊 可惜中了毒 两只白狐有点意思 两只白狐哗啦一声 从她头顶的树上倒挂下来 头下脚上 好奇地打量村长 道 你也很强啊 晴木不禁皱眉 打量村长一眼 跑到村里取来一口杀猪刀 又从四婆婆的房间里 找到一匹白布椰在村长脖子下面 烧了盆热水 用热毛巾给她盖住脸 捂了一会儿 晴木揭开毛巾 用杀猪刀滋啦啦地 给她踢着胡须 道 村长 村里的人呢 要是爷爷呢 她不在村里 你看 你的胡子快要拖地了 钥匙跑了 村长叹道 来了几个女人 寻到这里 把她吓跑了 把我丢在这里 我有没有手脚 爬回房里 都不行 晴木吓了一跳 石声道 村长 你在村口待了多久了 快两个月了 晴木一阵无语 这老爷子 竟然两个月不曾动弹过了 就待在村口 一动不动 任由风吹雨打黑暗清晰 这也算是懒到一种境界了 熊熙雨却吓了一大跳 从这个村子的石像布局来看 到了夜晚 这个残老村的四个石像的光芒 根本不可能照到这里 而这个糟老头子 竟然在村口 躺了近两个月 都没有死在黑暗中 难道他是什么 还是说黑暗中的诡异 对这个糟老头不感兴趣 晴木把村长的胡须刮光 给他洗了把脸 又去给他剪句乱糟糟的白发 梳洗整齐 然后把老爷子抱起来 放到房里 将身上的衣裳脱了 换了一套干净衣裳 再去把就衣裳洗了 他又将老爷子抱出来 放在堂椅上 漆一壶茶 问道 马爷他们也没有回来 村长道 马爷回来过一趟 老如来和道主寻了过来 说他不是如来了 老如来把自己的一条胳膊切下来 说是不能还给他儿女 但是可以还给他一条胳膊 晴木失声道 老如来切掉了自己的胳膊 是啊 老如来的那条胳膊 被鸡婆龙叼走了 就在鸡圈里 这些鸡婆龙吃不动 村长唏嘘道 老马爷看起来很冷 恨天恨地的 但老如来将自己的手臂 砍下来给他时 他还是感动了 哭了一场 去了大雷音寺坐镇 他说 等新的如来到来 他便会回来 我估计他回不来了 他在等新如来 其实等到他坐在如来的座位上 他便会发现 他就是如来 晴木正正出神 道 我正好要去一趟鸣谷 顺路去大雷音寺见他 瘸爷爷呢 他不是与马爷行影不离的吗 瘸子与老马爷行影不离 自然是去大雷音寺做客去了 说是怕老马爷吃亏 村长露出忧色 道 我怕老马爷成为了如来之后 发现自己全山上下四大皆空了 晴木也没有看到屠夫 瞎子和哑巴 再度询问 瞎子 屠夫与老道主和如来一起跑了 说是去小玉京看看 哑巴原本留在村子里 就在药师逃走的前一天 哑巴突然发疯 背着自己的家当 冲入了黑暗 不知追什么东西去了 至今未归 而丝婆婆也没有回来 应该还在严康国镇压心魔 魔力心性 晴木在村子里四处收拾一番 将各种宝物和一丝宝物的东西 都装入两个饕贴袋中 又来到村口的药谱前 伸手指出 一道道飞溅插入药谱四周 钻入地底 在地下切割一番 晴木双手高举 须须一脱 整块药谱镜自飞了起来 随即 这块药地 也被他收入班公厨的饕贴袋中 班公厨的饕贴袋 比他的袋子更好 内部空间更大 可以放到下一块药地 晴木背着药师的药篓子 将村长放在篓子里 那你留在这里 晴木紧了紧要篓子 万一你有个什么差池 谁会知道 今后我去哪里 村长爷爷便随我去哪里 村长沉默 心中有些感动 笑道 放下我吧 傻孩子 我老了 床挡不动了 而且还答应了阎王 死后要去他的死者升见 我死的时候 会有一头鸟神前来接我 晴木顿时感觉到 药篓子无比沉重 如同覆山而行 知道村长不愿离开大虚 眨眨眼睛道 村长爷爷不想见一见 颜康国师吗 老剑神不想见一见新剑神 颜康国师 被誉为五百年一出的圣人 值得一见 他背后的药篓子顿时变轻了 村长的语气中 似乎也带着一丝豪情 新一代剑神 也罢 我老死之前 能够见一见他 也是好的 走 我们去见颜康国师 第329章 血汪洋 大雷音寺 终生长鸣 当当响个不停 那是迎客终生 晴木背着村长上山 看到了一尊宝箱庄严的如来大佛 率领众僧迎来 这一刻 少年有些惆怅 面冷心热的马王神 终究还是成为了大雷音寺的如来 成了佛 他放不下他成长的地方 大雷音寺的僧人 固然杀了他的妻儿 但那并非是老如来所为 而是下面的僧人所为 他是老如来的弟子 老如来对他支支甚深 他也对老如来支支甚深 老如来老了 管辖不住下面的僧人 罗汉院的罗汉 与其他各院的僧人下山 他的妻儿因此丧命 老如来将自己的手臂 砍断还给了他 虽然不曾化解他心中的仇怨 但是他也必须要继承师父的衣钵 不能让大雷音寺 就此灰飞烟灭 带到他重回故地 坐上如来的宝座时 风卷送着苍云从身边流过 烟消云散间 他便突然得了真如 破了如来大成经的最后一个境界 修成了大凡天 从地势天到大凡天 是一种顿武 一种圆绝 大雷音寺经顶 秦牧看着教育自己长大成人的老马爷 心中各种滋味 最终还是称了生师兄 这位大雷音寺的如来 修成了至高境界 大凡天境 肉身 灵绝 真如圆满 身后二十种诛天境 大凡天王家夫而坐 大大小小诸神诸佛环绕 光明永昼 神圣而慈悲 师兄 老马爷向他还礼 秦牧岸然 老马爷坐在这个位子上 便不再是从前那个老马爷了 而是如来 他需要放下自己的俗事 四大皆空 瘸子也在那里 名义上虽然是官吏 但实际上则是担心 马爷的安危 生怕大雷音寺的僧人 会对他不利 不过马爷儿经 已经达到了 如来大成经的最高境界 无需他来保护 瘸子便坐不住了 这大雷音寺 四处都是宝贝 佛寺里奇珍一宝 遍地都是 让这个老贼坐立不安 想要偷走 又觉得良心有愧 见到秦牧和村长来了 便忍不住提议早日离开 秦牧有心多留几日 但到了夜晚 只见北方灯火通明 那是庆门关的地方 灯火如此辉煌 说明庆门关的战事激烈 庆门关旁边就是鸣鼓 两只白斧的所居之地 距离大雷音寺不算太远 第二天一大早 秦牧便起身告辞 带着村长 雄西羽和瘸子等人离开 我遇到老马爷的时候 他是天底下最有名的捕快 号称马神博 他险些抓到我 瘸子回头 须弥山金顶金光万丈 佛音浩荡 佛音甚至化作实质 变成了文字 变成了莲花 变成了一尊尊虚空中的佛的虚影 环绕着这座圣地 瘸子出神 低声道 他抓过我很多次 较量过很多次 我最怕的最敬重的就是他 我早年的时候是个孤儿 啥都没有 四处讨食 呃得受不了的时候就偷 我不敢抢 因为我很瘦小 后来我被一个老捕快抓住了 他没有把我送去见关 只是不让我去偷了 他叫我手艺 如腹一般 我就跟着他 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做个捕快 老马爷让我想起了他 我觉得老马爷严肃的时候 特别像他 秦木坐在龙麒麟的背上 一言不发 和村长他们一起听着瘸子 讲述过往 我没有爹 我觉得老捕快就是我爹 跟着他的那几年 我特别努力 也特别快乐 有一天 老捕快死了 瘸子瞪大眼睛 语气平静万分 午夜的时候 他的仇家寻上门了 那时候 还在睡觉 听到外面 传来喊杀声 他闯了进来 拼死把我送了出去 对我说 孩子 做个好人 跑啊 我身上没有穿衣服 光着钉就跑 跑啊跑啊 我跑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我哭求人们来帮忙 却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 一个瘦弱的男孩 光着身子无助地奔跑 无助地求人帮助 但是无人帮助他 瘸子 从黑夜跑到了白天 跑了上万里地 他清醒过来后 回到老捕快的住所 那里 已经被烧成了白地 他只扒出了老捕快 被烧焦的骨头 他让我做个好人 他自己一辈子都在做好人 但是却落了什么下场 我不做好人 他不让我偷 于是我就偷 瘸子落寞到 我一边偷 一边跑 偷着偷着跑着跑着 我的名声越来越大 被人称作神偷 什么狗屁封印 什么狗屁进法 我统统不放在眼里 我跑赢了风 跑赢了云 跑赢了闪电 偷遍了天下 什么门牌 什么圣地 我都去偷过 我终于找到了他的仇家 偷了他们的脑袋 我祭奠老捕快的时候 想要做个好人 但是却染上了偷的毛病 怎么戒不掉 后来我遇到了老马爷 他让我想起了老捕快 我不是怕他 我是敬他 他现在成了如来 慈悲宝像 让我想起了 老捕快是不是也成佛了 村长从药篓子里探出头 老马爷不会成佛的 有朝一日新的如来到来 他会脱下袈裟 又是从前那个老马爷 瘸子抬头望天 道 但愿如此 秦木吐出一口浊气 低声道 马爷会回来的 他这一路上 将熊熙与身上的毒性完全炼去 为他配了几种灵丹滋养元气 终于到了明谷 两只白符飞入明谷的峡谷中 倒挂在树上 向秦木等人作别 教主有空肠来玩 不吃你 浮雨秋道 秦木哈哈大笑 挥手作别 两只白符立刻向谷中飞去 叫道 唤醒老祖宗 让他们生几个女娃子 繁衍种族 生下来也是我们的祖奶奶 怎么好繁衍种族 而且 万一两位老祖宗 都是男的呢 闭嘴 龙麒麟离开明谷 没过多久 便见一片波澜壮阔的战场 压舌头地带的山林 已经被踏平了 大须压舌头地带 长达近千里 灵地山地绵延起伏 而现在被双方的人马推平 变成了蛮敌国 与严康国的战场 秦木等人来到这里时 正有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爆发 双方多达数十万的将士 在两座关爱前方冲杀 神通遮天蔽日 一头头体型 巨大的异兽脚踩大地 带着数不清的神通者向前冲 那些神通者 环绕在异兽的周围 浮在空中 落在异兽背部 如山般的异兽脚下 则是武者 手持刀剑 发力向前狂奔 与地面的敌人碰撞 煞时间血肉翻飞 而在异兽的头顶 一艘搜楼船大剑横空 旗帜飘扬 楼船上炮火连天 一道道水桶粗细的光线 带着灭绝一切的威能 轰击敌方的大军 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蒸发 半空中 还有鼠部轻闪闪发光的 刀丸剑丸 飞速旋转 叮叮叮一道道 刀光剑光 在血肉中穿插 空中还有些黄金宫的大巫 化作金黄色鸟手人参的形态 阵持飞行 手一摇 无数光芒四面八方万射 地下 一个个向手人参的黄金巨人 横冲乱撞 双方的关爱上 又有一面面大旗 大镜子 镜子当空照药 映照神通者的魂魄 大旗卷动 风云变幻 雷霆如雨般轰击战场 还有巨大的云车 被光着膀子的巨人拉来 冲入战场中 所过之处血肉横飞 到了战场前方 巨人顿下云车 云车掀开 车上摆着无数葫芦 打开葫芦嘴 顿时鼓虫轰轰飞起 遮天蔽日 钻入敌军人体之中 疯狂啃咬 还有一座座祭坛被推了出来 黄金宫的黄金大巫 在坛上做法 不知在施展什么巫法 专杀颜康国的将领 使对方群龙无首 而颜康国这一边 则派出了一支 精修剑术的神通者 一路披荆斩棘 直冲战场 去斩杀祭坛上的黄金大巫 这幅场面着实震撼人心 双方显然已经厮杀了 不知多少遭 杀得血流成河 杀得压舌头地带 宛如变成了地狱 秦牧还是头一次 见到如此壮酷的场面 心神悸动 这是难而向往的战场 但也是难而丧命之所 熊细雨搂着熊琴 面色有些苍白 低声道 这么大场面 怎么过去 我现在的修为 还没有恢复 它现在只恢复到 天人境界的水准 在这种战场中 天人境界的实力 根本无足轻重 战场中的天人境界强者 随时可能死亡在一群 七星境界的将士 组成的杀阵之中 即便是生死境界强者 硬闯战场 也是自身难保 熊细雨毕竟从前 也是胶主级的存在 放眼看去 只见战场中 但凡是三五十人 聚在一起的地方 便不断有阵文亮起 或者贴在地面上 或者浮在空中 不断转动变化 表明战场虽大 人数虽多 但阵法始终未乱 闯入其中 便会被战阵绞杀 一座战阵绞不死 便会被其他战阵绞死 秦木紧了紧身后的药篓子 药篓子里 村长笑道 走过去便是 木儿 一剑开黄蟹汪洋 这一招你已经学会了吧 我再施展一遍给你看 秦木心中微动 突然无边的剑光爆发 向战场涌去 煞时间 剑的光芒 将两大雄关 前方方圆的战场笼罩 无数将士沐浴 在剑的汪洋之中 那些剑光 在他们周身旋转 缠绕 让他们根本 不敢有任何动作 站在两大雄关上的 诸多将士 头皮发麻地 看着下方与前方 这里已经变成了 一片剑光大海 所有人都被 没入光的海洋之中 明经收兵 两边城楼上 站在原地不敢动弹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撤去 甚至连空中的楼船 也僵在那里 动了 便是死 倘若这些剑光动了 那便是血汪洋 高手到了 庆门关的城楼上 一位中年男子走来 向下方看去 只见一头巨大的龙麒麟 正不紧不慢地 走在剑光的汪洋中 国师 众将士纷纷见礼 第330章 一相逢 胜过人间无数 城楼上的中年男子 面色有些苍白 显然有伤在身 依旧不曾痊愈 这中年男子 正是颜康国师 他与神医战受了重创 秦牧和小毒王府原青联手 虽然将他的伤势治愈 但毕竟是神奇造成的伤 他还没有彻底恢复过来 蛮敌国也正是趁这个机会 入侵颜康 庆门关事关重大 颜康国师 自知颜康国经历了 两次大的灾结 元气大损 再加上他与阎峰帝 都不曾恢复到巅峰状态 阎峰帝的伤势 比他还要重一些 他恐被蛮敌国长驱直入 所以调兵遣将 死守庆门关 他甚至不惜亲自来到战场 亲自指挥这场对决 村长出剑 一剑平息战场之争 震撼人心 也被他看在眼里 其实这已经不算是震撼人心 而是拥有将战场化 做谢海汪洋的能力 将双方的军马统统震舍 战场中的所有人的性命 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这种剑法不能算是剑法 而是高深劲道 让严康国师看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剑道的层次 村长这一招 施展出的剑光 已经无法计算有多少 而最为可怕的是 每一道剑光运动的轨迹都不相同 将一个个武者和神通者克制 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战场中数十万大军交战冲锋厮杀 每个人的修为实力都不尽相同 修炼的武学功法神通 多少都有些区别 而且战争变化 瞬息万变 想要同时制住所有人 需要克制他们的一切神通 武学 灵兵 阵法 需要的计算量 已经是不可思议的级别 做到这种层次的 已经可以称神 剑的神 一剑开黄穴汪洋 我见过这种剑法 是在画圣的画上 严康国师宁谋 向龙麒麟看去 秦牧等人站在龙麒麟背上 虽然这些人都很强 但还没有放在他的眼中 我从这幅画中看到了剑法的极致 这两百年来我苦言画中人的剑术 每一次观摩都有新的收获 直到有一天 我看不到任何新的剑法 于是 我以为我 已经达到了画中人的层次 严康国师回忆那幅画 目光在寻找画中人 只是没有找到 随即他的目光凝聚 落在秦牧的后背上 秦牧背着一个药篓子 药篓子里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没有手脚 这个老人不像是当年那个画中人 画中人是一位剑神 年纪没有这样苍老 锐气勃发 像是一口剑 刚刚引血的剑 而药篓子的老人 却是个残废 风竹残年 烛光随时可能在风中熄灭 哪里有画中的剑神 那般意气风发 但严康国师可以肯定 这个残疾老人 便是当年的剑神 因为 他的剑法启蒙 便是得自画中的剑神 严康国师身躯微震 常常吐了口浊气 吩咐到 迎亚 城门开启 城中猪将分裂两旁 龙麒麟昂首 阔步大幅翩翩地走入城中 突然 战场中所有的剑光 如同潮水般涌动 呼啸向秦牧涌来 钻入他背后的药篓子里 药篓子村长探出头来 然后看到了迎面走来的中年男子 那个号称五百年一出的圣人 号称神下第一人的强者 被誉为当代剑神的男人 两人目光相逢 心中不觉起了波澜 上个时代的剑神 与这个时代的剑神 终于相逢 战场的后方 两大雄关的城楼上 传来敲击青铜针的声音 那是鸣精声 传令战场收兵 战场中 数十万将士如释重负 急忙各自退军 所有人顿时只觉自己身上已经湿透 汗出如浆 而在庆门关中 药篓子里的村长飘了出来 他如同长出了双腿和双手一般 镜子走向严康国师 两个时代的最强的男人碰面 你学剑 村长问道 严康国师持弟子里 神色恭敬 弟子早年学剑 一百六十岁时不再学剑 村长询问道 你一百六十岁时懂剑 严康国师肃然道 我在一百六十岁时 博览天下功法绝学 参悟出大千神通 于是懂剑 开始自创剑法 村长微笑 将你的剑法施展出来 让我看看 严康国师拔剑 剑光营销 光耀式剑 剑法多变 千变万化 凡如天心 简如算筹 有横竖 有曲折 似乎可以化作其他世间万法 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他的剑法 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 有一种改革变法的烈火烹油 鲜花灼井的大气概 是要将天下众生的火烧起来 改变着固有的天地 改变着固守不变的大道 改革一切臣服 将这旧时代的腐朽撕开 露出丑陋面目 露出丑陋真相 他要用自己的剑 去改变这世间臣服的道 开创出更多的新道路 让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 他的剑法已经脱离了树 成了法 融入了自己的理念 只差一步便可以直达道径 理 是理念的理 也是道理的理 剑法有了理念便有了生命 他的剑法已经拥有了生命 而道在理前 超过了理才可以见到 他的剑法只差一步便可以见到 严康国师收剑 气喘吁吁 他的伤势还是不曾好 修为不如从前 但是在前代剑神面前 他像是一个学生 他甘愿将自己最完美的剑法展现出来 期待对方的评价 好剑法 村长赞叹道 不愧是神下第一人 五百年一出的圣人 我在临终前 终于遇到可以交流的人了 我这次出来 就是为了见你 我想让你见到 严康国师肃然道 今日庆门关 屯兵百万 很多都是我的学生 但我是你的学生 这里也有许多太学院的世子 因为国难而前来出力 感情老师在这里为我们传到解惑 村长笑道 不敢 交流而已 两人结伴行 秦牧跟在后面 雄西宇抬头 看着一个垂垂老矣 一个正直壮年的男人 目光奇异 低声道 在西土真天宫 没有这么出色的男子 我们西土女子当家 男人唯唯诺诺 百依百顺 倘若西土的男子 都像他们一样 有着大气魄大能为 我们女子何必当家 他们走入城中 秦牧看到了许许多多太学院的世子 纷纷盘膝而坐 静静等候 神色难掩激动之色 这次国难当头 蛮敌国大举入侵 而严康国经历了一场大叛乱 和一场血灾 导致民不聊生 人口锐减 百姓流离失所 国内尚未安定下来 粮食也有所紧缺 即便是在军中 粮草也不太够 很多太学院的世子来到这里 也是紧一缩食 不敢吃饱 秦牧还看到魏庸秦玉等人 魏庸原本是个大胖子 现在则被恶受了许多 等到秋收季节 只怕这种窘迫状况 才会好一些 村长与严康国师坐下 村长不紧不慢道 我这次来不讲剑法 只讲道 讲一讲剑道 至于你们能够得到多少 则要看你们的悟性了 这世间并无剑道之说 自从建这种武器被创造出来 也就有了剑道 许多前线回来的将士也走了过来 有的人脱下甲昼席地而坐 有的人干脆就站着聆听 很多人听到这位老者讲道 都是露出不解的神色 有人低声道 天地大道可以被创造出来吗 我们这些神通者 修炼的不是天地自然的大道吗 秦牧心中微动 想起了自己与玉天王的一番对话 其中便说道 变法与天地大道改变的事情 人的创造力 让世间多出了原本许多 并不存在的天地大道 而同样是人的创造力 也让天地兼顾有的大道发生了改变 道法神通 大道改变 则法也为之改变 是已被称为变法 玉天王认为 变法可能会触及神魔的利益 而村长所说的 则要比玉天王所说的深刻许多 众人之所以不解 是因为他们都是炼气之人 故有的认知 便是学习流传下来的道法神通 而神通则是依附于道法 想要让他们因此而改变故有的认知 可想而知 会给他们的心灵造成多么大的冲击 严康国师问道 大道如何被创造出来 村长道 走到极致便可以被创造出来 不是 你的剑法到极致了吗 严康国师微微一正 道 只差一点 村长露出笑容 我帮你 他向严康国师一剑刺出 顿时四周景色变化 千山万水扑面而来 煞世间 他们周围似乎已经 不再是沁门关 不再是血流成河的战场 而是另一片新世界新天地 山巒葱脆 植物绿意盎然 河流奔腾 浪花朵朵 每一朵浪花 都是那么清晰 那么真实 每一片树叶的脉络 都是那么复杂 那么不同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有人登上了高山 有人跳入河中 还有人拈起了一朵 剑光组成的花 琴木伸出手 接住了树叶垂下的 一滴露珠 剑驴山河 这是村长施展出的 剑驴山河 明明是威力至强的一招 但是在村长手中 却没有任何杀伤力 反而将他们 带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中 这里仿佛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由剑道组成的世界 这幅场面 带给他们的冲击虽然很大 但对严康国师的冲击最大 他身躯颤抖 灵魂悸动 蹲下身子抚摸着土地 抬头仰望星空 村长让他看到了道的面目 让他接触到剑道 突然间 他觉得一扇门户轰然开启 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村长健壮 心中暗叹一声 五百年一出的圣人 的确是比穆尔的资质好很多 这么快便悟到了